Hello 大家好 我是Polly 那我们进到了Table Hands-On的尾声 在我们初阶的尾声要跟大家来说明的一个是 仪表版跟Story的介绍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说明这两项呢 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过去做了这么多仕途 这么多工作部 那我们如果说都要这样连续去切换这么多页钱的话 他其实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太快去做出动见跟决策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缩短我们的动见跟决策的时间 然后以及让别人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呢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仪表版或者是Story 那这边呢 这里有一个钮 我们可以把滑鼠移过来 它就是一个新增仪表版窗格 按下去之后 接着的话可以看到 例如说我们之前有把连续的日期啊 离散的日期啊 整个把它拉过来 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Worldbook这边来看 Warsheet那边看到 在连续的日期这里有一个Category的筛选器 那在离散的日期这边是没有的 所以我把它拉过来之后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现在只针对Category 然后去做选择筛选的时候 你会发现只有左半边的日期它会被影响 那右半边的这个离散的日期它是不会被影响的 如果你有想要我动一个筛选器 两个仕途都会去做变动的话 可以怎么做呢 这里下拉有一个更多选项套用于工作表 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要被选一起去联动的工作表有哪些 那你就可以去按 然后两个都把它按 接着你可以看到当我按我选择其中一个office的话 它就是会两个都一起去做联动 OK好 这是我们在仪表版很常见的一个功能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会发现说 我拉进来之后 我下面这个轴整个被挡住了 怎么办呢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大小 也就是它预设的尺寸是一千乘以八百pistol 那如果我想要让它自动的话 其实我自己最常用的就是用一个自动 我用自动的方式 它就会依据我现在目前的解析度 然后它就不会去卡到我的轴或者是边边的部分了 那我也不需要用拉卷轴的方式 我们再看一次 如果刚刚是用固定尺寸 因为它已经跑掉 我刚刚讲的是 它是一千乘 八百乘以六百吗 好八百六百 假设是高度是六百好了 好高度八百 好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好假设我这样把它乱调了之后 你就可以就有个卷轴 那这个其实在阅读上面不是这么方便 所以尽量建议大家把它调到自动 那自动的意思是在我的画面它会随着我的解析度去移动 那我把publish到public或者是server之后 它会随着你观看者的人的解析度去做调整 所以基本上我用这个 那什么时候我才要用去给它一个固定的尺寸呢 例如说你都已经知道你要发布到一个战情室的电视 然后战情室的电视它已经是size固定 那我们就可以用固定的尺寸去做调整 好这边有了这个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也帮你去做好 就是说虽然是固定的尺寸 然后你也可以去选择你的大部分的解析度大概是长怎么样 它也会让你大概有个goth feeling 那你不用自己去记 这是一种方式 那另外的话就是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到的啦 那其他的比较进阶的功能 我们就不特别的说太多 这个尺寸的介绍 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连续日期离散日期 不管我今天把我的视窗拉过来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可以看到这边都有个小漏斗 好这个小漏斗把它点击变成时薪之后的好处是 你可以因为我点了左半边这个连续日期的某一个点 那我另外的右半边它的视图就会跟着去做一个调整线缩 那也不是只有点可以 我也可以是用框选的方式 他就会告诉我在这一段区间他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因为我两边都有做一个漏斗的呈现 所以我刚刚都是对左边的图 去做点选 你也可以把你的滑鼠移到右边去做一个点选 试着去玩玩看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视图会跟着去做移动 跟着去做变化 这个是在仪表版这边的一个介绍 那story跟仪表版其实是很类似的 那在story这边他这个中文翻译成新增文本 我们就把它按下去 那他拖进来到仪表版的 说错了 拖进来到story的这个地方呢 不管你今天是工作表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把它拉进来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仪表版拉进来 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甚至刚刚我们在仪表版 我们刚刚只做一个嘛 对不对 好我们把它两个也都做进来看看 好 刚刚我们看到的仪表版我是用左右 那不是只有左右 我们今天做上下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做完上下你不觉得 我觉得这个要在上面 那你就按住上面的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拖拉选择 那这个panel这个图例呢 也都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例如说你想要他们都在上面 然后这有个拉宽 这个其实就跟版面配置有点像 这个可以自己玩 那你做完这些东西一样的 我们回到了我们刚刚讲的story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刚做好的 这些这个叫做仪表版把它拉进来 那第二个例如说我想要跟这一模 再一张空白好 那我就按一个空白 那我把仪表版2拉进来 那我想要跟仪表版2一样的我就按一个重复 那仪表版2这边画两张 我们通常是例如说我想给老板看 这个是针对于西区的结果 west好我这边打个west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我在简报的时候 可能针对东区我想要去做的 我就可以做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呈现 好那这样的话主管他不用去自己去做筛选 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我就可以一页一页去切换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视觉的效果 好那这边都可以自己去做 那这里就是story的部分 那story的话他跟我们的仪表版一样 他都可以去调解析度调法也都是相同的 那在仪表版跟story的故事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哦 谢谢大家